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最大的贡献 最大的重要性 恐怕不是在具体的文词上 而是真正是在他思想上 所以后代的文人几乎没有不受这些影响 特别是如道两家 所以这个重点其实相对来说 我可能多要谈到他们的一些思想方面 一些观念的方面 那么上次提到了孔子 提到孔子 孔子当然这个书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对于孔子了解这个人特别重要的就是《论语》这部书 那么孔子的思想 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所谓人本 以人为本的 这个当然比较时髦的说法 他实际上是一个现世主义者 面对这个现世 这个世界 或者说这个慈安世界 是他最主要关心的地方 你们读论语这些可能都非常熟悉 所谓子不与怪力乱神 子不与怪力乱神 当然到后来原名 那个什么就是清代那个就专门要做一个子不与 那个书 子不与怪力乱神 大家都知道 对于另外那个世界 孔子不是说没有意识 他当然是有意识的 但是他往往表示他不去过多的追究 不过多的去讨论 人家问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说未知生 焉知死 这个生的世界是首先要关心的 首先要关心的 所以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了解 在很多的思想家那里 在很多的宗教那里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搞得很清楚 就像这个Sauspieler的Hamlet里面也讲 另外一个世界是大家都会去 但是没有一个人回来过 所以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不太清楚 孔子这个态度他有的时候可以讲是一些 比较有的时候是比较暧昧 或者有些 我想这是有意的 比如说他说既如在 对吧 既神如神在 这个如字就很值得玩味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种现实的态度 而这种现实的态度呢 其实是他始终是坚持的 始终是坚持的 所以这个人他面对的是这个人间 或者说是这个人事 面对的是这个人事 所以他觉得就是他当然 他不能够实现他的政治的报复 别人也劝过他 但他自己就说 他自己那个话我觉得是非常清楚表示他的态度 他说这个鸟兽不可与同群 无非私人之屠鱼而随鱼 我就是得和人待在一起 鸟兽这些都是非我族类 就是没有办法再 所以他关心的是那个现实的问题 玄学不是他考虑的那个中心 但他当然他对天 对另外的那个世界 对超越这个此案世界的这个另外一个世界 实际上他是有觉悟的 但他不是他真正想关心的地方 庄子呢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那个这个当然和儒家不同 但是庄子里面有很多批评儒家的话 批评孔子的话 当然也有很崇敬孔子的话 因为这个庄子那个都是预言 那么但这个我有的时候就是说 这是不同的人 或者你的甚至你的对手 你的第一手 他谈的这个话 有的时候反而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他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真正的关键 他就讲这个六 庄子就讲到过 讲这个六合之外 圣人存而不论 这个六合当然就是前后左右上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触及到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之外的 这个圣人是不去做这个很仔细的 这个分析和研讨的 是这样的一个话 我觉得这个话是有相当这个道理的 所以包括这个后来 这个黑格尔 黑格尔这个大哲学家 他讲中国哲学的时候 就是他有那个讲演 他后来他弟子把它整理以后 做哲学史讲演录 现在当然也都有这个中文本 你们可以去看 他一开始会讲到中国哲学 讲到中国哲学的时候 他当然比较推崇老子 对孔子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好话 而且那个话我觉得是有点刻薄 他就是说这个孔子 其实都是一些世间伦常的一些话 都是一些教训 人间的教训 没有什么哲学 孔子名声那么大 因为大家知道在早期 就是这个在西方 这个孔子的影响 曾经是很大的 但到黑格尔这个时代 发生变化了 黑格尔大概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大概17世纪那个时候 是相当正面 正面的比较多 18世纪开始有变化 19世纪 当然慢慢就变成 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 黑格尔对孔子来说 他觉得当然 过去都认为这个孔子很了不起 但是他就说过 他说孔子只是一些日常的教诲 世间的教诲 所以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 他的著作不应该译成西文 不应该译成西文 这样对他保持他的名声更好一点 这个话其实我觉得是 非常刻薄 非常严厉的一个话 基本上就是说 他因为他没有什么 特别思辨的哲学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 也就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 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 也是孔子的一个特点 也是中国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特点 那么他强调这个人 那么关于这个人 他当然就是说 因为执着于这个人事 执着于人间人事 或者说是人生 所以他特别的强调 比如说人的这个思想 人 人当然有很多很多 你们看论语里面涉及到人 孔子是因为是随于 这个因材施教 因之变化的 所以他是各个不同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里边 那个 孔子就有直接有表述过 就是说叫 人者就是所谓的爱人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人者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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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表示的是说 对于这个人间的一种 一种关怀 这个人可以讲是 孔子之学的一个 非常中心的部分 非常中心的部分 这样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 大家都论语也都了解 比如说孔子讲 家里那个 叫什么 这个 是火了 对吧 这个他就 回去问马 就是火了 他回去问这个商人乎 不问马 这个这样的故事 大家可能也都是知道的 这个包括他讲 这个始作雍者 其无后乎 其实也都是对人生命的 这个尊重 这些方面 其实都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人 在这个真子看来 这个人其实 爱人之外 他其实还 有忠述 忠述之道 忠这个大家知道 三行五身里面 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对吧 忠是一个正面 是一个正面的 或者是一个积极的 一个方面 是积极的方面 这个树呢 其实非常重要 树是 树其实也同时 是非常重要 这个所谓 极所不语 勿施于人 极所不语 勿施于人 这个我想 你们读论语都知道 这个树就特别 有意思 因为那个 我记得这个 现代那个 就是叫 那个蒋梦林 蒋梦林 做过北大校长 蒋梦林 蒋梦林写过一个书 叫西朝 他原来是 可能用英文写的 后来又有中文 他对这个 日本 日本就有一个批评 大家知道 日本这个 一个多世纪 两个世纪以来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是非常纠结的 非常纠结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 蒋梦林对日本的 一个批评就是说 他说日本人当然是 传承了这个 孔子的文化 传承了儒家的文化 但是呢 他说日本人呢 学到了 孔子的宗 学到了孔子的宗 但是他对树 他们是不懂的 日本人对树是不懂的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 日本人当然 他要把他的意念 不管是善意和恶意 有意还是无意 他是要把他 那个理念强加于人 那当然这指的是 他有实在的生活经验 和历史经验 就是说中日之间 发生的这些纠结 特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他实际上是在 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说他只学到了这个宗 没有学到这个树 所以这个宗树 两方面实际上是不能偏废的 是不能偏废的 其实真正做到树 是一个 宗是一个方面 但是有的时候想 这个树可能是更加 是一个真正比较通达的 真正比较平等的一种态度 或许是更加文明的一种表现 或许文明的一种表现 所以人 宗 树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呢 就是说 涉及到他具体的一个政治观念 实际上孔子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谓这个理 他讲理比较多的 所以过去也有争论 到这孔子的核心思想 到底是人还是理 人还是理 从形式上来讲 当然理是他非常重要的 他那个话大家都知道 就是叫 什么叫客戟负理 通过客戟负理 这个就是所谓的人 通过这个理来达到这个人 人和理之间 是有这样一种关系 当然有的时候 人和理也是可以有冲突的 也是有冲突 这个里面非常复杂 但是我这里不去讨论 这样复杂的关系 简单的讲 这个理实际上 是他的一个社会的观念 或者政治观念的一个 集中的表现 他这个理当然是指周理 是指周理 是要包容过去的 是要发挥 这个过去的 这个周理的 实际上是一个秩序性 孔子答 这个魏国的国君 就问他的话 他就讲 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实际上包含着 就是说 一个社会的 伦理的 一个是政治的 这两方面的秩序 因为他认为 那是一个礼奔乐坏的时代 天下大乱 所以他很多 孔子基本上 他是讲究秩序的 讲究这个礼 礼是有区别的 讲上下之分的 礼是讲上下之分的 孔子实际上是想 是想关注的 真正关注的是这个问题 真正关注这个问题 社会应该恢复到 一个秩序上去 那么 所以 这个是孔子 实际上我想 我想你讲 孔子学说的中心 如果是理的话 当然他努力奋斗的 一个可以把握的方面 当然是这个礼 但是你 你说他观念最最有创意的 那恐怕是他这个人 所以这两个方面 你从什么角度来讲 孔子学说的核心 是讲是理还是人 那个人是一个 他真正精神的方面 他是真正思想的精神所在 这个礼实际上 恐怕是他的一个社会性的 一个社会观点的一个体现 社会观点的一个体现 那么 这个是 这些可能是最重要的 就是所谓人 这个礼 所谓中述这些观念 对他来 对孔子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礼要讲的 就是说 礼实际上是和 这个所谓的 我们经常讲礼俗 礼俗 后代他可能除了这个礼之外 发展到后来 所谓那个法 特别讲究这个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礼实际上是一个 包含的范围 非常的广泛 法是一个更加硬性的东西 实际上也更加狭隘的一个东西 这个礼的精神 是落实在各个方面的 比如说孔子的 所有的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生活里面 他都要 什么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东西 他是不吃的 哪里买来的东西 肉这些东西 他是不吃的 割不正不实 割不正不实 我们觉得很奇怪 那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也是一个礼 就是 礼其实对一个人的约束 所以我们现在讲 那时候 讲这个礼是 到底什么是 其实我是这样 大家都讲 比如说文学和人性的关系 文学史里面都在讲 我一直在想 人性 其实最普遍沟通的 古今最一以贯之的人性是什么 实际上是寿性 寿性是古今贯通的人性 这个都不变的 其实这个 人性是不是完全都是可以自由地放纵 展开那个 这个是不是就是人性 人性的解放 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说的 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这个话 之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和动物不一样 荀子讲人与禽兽之差异是几兮 那个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他就是讲了 我下面讲到孟子 就是讲 不同就是有这个 就是有四星 对吧 有这些会有侧影之心 会有羞恶之心 等等这个 其实就是讲人和动物不一样 人和动物的这种所谓的心 这侧影之心 这些心 它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就是说和动物不一样 所以是反那个动物 是对人本身欲望的一种约束 或者说人性的结构 本身就是一种 就有这样一种冲突的 或者说是 内涵就是这种张力结构 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 对自己重新所欲的一个发疏 和对自己的一个约束 这两个关系 其实本身的矛盾 就是人性的一个 可能这个是真正人性的一个核心问题 而不是说 不能单纯的说怎么样的人性是那个的 就是说如果真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想 不同文化里面的人 中国人和外国人 这个古人和金人 最普通的人性是在什么地方 最普通的人 最一般的人性 恐怕就是在受信上 这个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理的方面其实很多 他人的这个 孔子的人的指动 他这种完全是内化了 完全到内化 孔子讲从心所欲 不于居满 他完全把这种礼仪的东西贯彻 他生活当中 举手投足当中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一个 完成他个人的一个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礼的约束 也是一个礼的约束 那么推到整个社会上 当然就是均均层层层夫妇自治 所以这样的一种 一种是从个人一直到社会 都是可以贯通的 都是贯通的 但这个法当然就有所不同 法一般来讲对个人的 比如说你一个客人来了 你应该怎么样迎接他 应该你的一举手一投足 这个可能有一定的礼 我们讲礼仪的规范 但是恐怕没有一个法律规定 比如说我在这里上课 必须是立正还是稍息 立正几分钟 稍息几分钟 这个就没有规定的 所以后代的人是来讲法比较多 特别像从荀子开始 荀子当然是儒家代表人 荀子来讲开始讲法比较多 荀子为什么开始讲法 这个很简单 就是他对人的基本预设 是有所不同的 孔子没有特别讨论 这个人性到底是 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孟子是讲人性是善的 荀子就不是说 荀子是讲人性恶的 人性是说一恶就需要有约束 它是这么一个设定 就是因为你是人性恶的 所以它需要有约束 否则你这个恶都要发扬出来 那不得了 所以它要约束 所以约束的话 就有这种强制性的这种法 给你规定 限制你的行动 但是这个问题 对孔子来讲 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主要讲的是 所以讲的是理 那个理在某种程度上 实际上更加 可能对人更加温暖 更加温暖 更加软性 更加温暖的一个方面 那么这些基本思想 我想大家有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我还是要说我上次好像已经提过了 就《论语》作为这部书在文学上它的重要性 当然《论语》这个有些我们觉得它话讲得很好 这个什么穗寒 后子松柏子厚雕爷 皮肤可以什么 三军可以多帅 皮肤不可以多勇 这种紫在穿上 很多这样的话 这个当然都是文学上的成绩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是孔子这部书 我上年提到过 孔子这部书实际上是塑造了孔子这个人的一个人格 这个人的形象 孔子这个人通过读论语 孔子这个人我们可以了解 而且这个人是非常的迷人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所以读《论语》的话 我就说实际上是开卷有益 你从任何一章都可以去读 因为它编辑的方式跟后代是不太一样的 它当然有一个个片名 但那个片名 每一片里面的内容 有一些片部相对来讲 设置到的内容 设置到的材料比较集中 有一些实际上是并不集中的 其实都是散的 跟后代 比如说比较集中的讨论问题 其实基本上大概从莫子 你们读莫子就可以知道 莫子的文章它一篇一篇 它基本是比较完整的论说文 论说文 就是说它一篇的主子是统一的 像《论语》 像孟子这样都是并不是统一的 并不同一的 它一篇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内容 所以是这样的 莫子以下开始有比较严谨的 它叫《荀子》到《寒飞子》都是这样 那么像《庄子》就比较特殊 《庄子》比较特殊 《庄子》如果你读的话 它大概那篇 那篇基本上是有中心的 每一篇它有一个中心 外杂篇不一定 外杂篇有些是没有中心的 也是散的 就一篇里面可能包含很多意思 有一些它意思是比较连贯的 你比如说 你如果像《秋水》这篇 秋水这篇 它就是比较连贯的 它意思比较连贯 所以这个当然 你从这上面当然就可以去谈这个 就是去了解这个文学的这个情况 但是《庄子》就是文章发展的这个情况 但是《论语》这个书呢 《论语》这个书你去读它 因为它是各种不同的言行的 这个坠入在一起的 最后在一起的 所以你从哪里都可以去读 但是它最后的统一性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孔子这个人 我觉得就是最后归到孔子这个人 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表达的孔子 我可以讲 你去读了这个以后 孔子的形象非常的鲜明 你可以看到 这个它是一个 是一个极高明到中庸的人 就是你看到他日常生活当中的言行 他的举止动作 你可以看到孔子是一个有非常高的 非常丰富的知识 有很高的精神境界 修养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同时他也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人 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这种可能也是中国古代那种 最最最最最最最理想的这种人格 就是他在非常平易的 非常具体的现实的生活当中 他体现了非常那种真实的 那种觉悟的那种境界 那种超越的那种境界 他不是说整天舍弃这个世俗的生活 或者舍弃那些具体的琐碎的 我们所谓琐碎的日常生活 去专心去追求他那种 所谓脱离这个世界 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 他是在这个 或者说用那个话就是讲 在此岸世界实现他彼岸的理想 这个说话实际上是在分割此岸和彼岸的情况下说的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说 有人这样讲 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说 他在这个最平凡的 最最最具体的这个生活当中 实践他自己的那种 体现他自己那个觉悟的境界 实现他自己的理想的理想的人生的意义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孔子你读了以后 你会体会到孔子什么是中国古代这种圣人的典范 是怎么样的 他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你特别明显你可以看到 孔子这个人非常的博学 他教了很多的学生 知识的范围非常广 他是当时这个礼崩乐坏的时候 这个原来讲这个 原来都是所谓王冠之学 在这个王冠之学 这个下坠的这个过程当中 孔子开始私人讲学 所以他非常的这个博学 而且呢非常的好学 非常好学 那个话实际上都是非常有意思 他讲这个 发愤忘时乐意忘忧 不知老子将至 人家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老师 孔子就说你何不这样讲 就说我发愤忘时乐意忘忧 不知老子将至这样的人 他是非常之好学 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诗 这些实际上都是他自己 这个博学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孔子这个人 他学问当然很好 但是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什么 他人生并不是一个坦途 并不是一个坦途 他实际上有很明显的诗意的时候 他自己曾经说到过 这个就是说他要怎么 他说道之不行 所以他要怎么办呢 他说要称服服于海 称服服于海 就是说什么 讲得不好就是要出国了 我不干了就要出国了 所以后来李白那个就是叫什么 人生再世不称义 名造善法弄偏周 实际上也就这个意思 就是称服服于海的意思 所以他是有很多不如意的 理想不能够实现的地方 所以也会讲讲这样的话 所以也会讲讲这样的话 看到这种东西 就算是什么 对